大家好,我是烏尼杨汁士 我亦是一位退休的怡科医生 我多谢生命恩全给我这个机会 在胸中透过医生手记 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人生经验 主内的兄弟姐妹 祝你们平安快乐 Salom 真是真正的平安快乐 上次说了欢喜不断 我们今天讲说痛苦五段 在痛苦五段的默想很特别 因为圣经开始写耶稣苦难复活圣天 圣经开始写的就是那些 不是由一章写起 是短片短片的记载再串在一起 开始的记载就是耶稣苦难那段的经文 但是你默想耶稣苦难那段经文 你会发觉痛苦一端 几多东西说 痛苦四端 都有些东西说 痛苦五端 耶稣钉十字架 就很多东西说 四篇福音就很长很长 但是痛苦二端 是很短的 圣经都没什么记载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那些中途门途 都不是现场 他们不在场 所以资料是没什么的 但是有好处呢 就是我们变了很多空白的地方 给我们自己做个人的默想 个人的神修 耶稣钉十字架口道就很丰富 那我们就变了 一篇天主经 和十篇圣母兵 和Everant光荣众 很少能够默想完 那我们就要简选 其实很多圣人都是默想 耶稣在十字架上 尤其是那七句话 他们反思反思反思 但是那出句话 是出自四本福音那里的 所以你要默想那七句话 那四本福音都要熟 但是四本福音那里 那个着重点不同的 不过我想喊出少少的默想 趁着这个痛苦五端那里 讲些默想 能够静下来 把自己全全静下来 走回去 听到最后晚餐 耶稣和他们道别 他们不明白 未明白 直到在三元祈祷的时候 被冰事促了他 直到耶稣十字架上死亡 那时候他们真的 完全好像没了希望 我的师父死了 真是好像一个人生跌到落底 我们静一静 把自己摆了进去 那个中途门的心情 耶稣钉了十字架 死了 埋葬了 这门徒主要是女的门徒 走回来说给那些中途听 说耶稣死了 那他这个心情如何呢 静一静感受这个心情 我的好师父 三年的交情 日日见的交情 除了那几天 耶稣派了他们出去全教 差不多日日一起 突然死了 能够明白了这个痛苦的心情 那只会明白复活节的快乐 什么 我明明师父死了 我朋友死了 那我见回他 真是生歐歐 如果你经验过你亲人死 你现在感受一下 如果有一天的亲人 出现给你看 生歐歐的 你会是多开心的呢 你能够真的这样感受到心情呢 你就会明白一个窮寡妇的心情 这个窮寡妇很开心的 无论有什么困难 他都很开心的 有人问他 为什么你会这么开心 他说你想想 Good Friday 礼拜五 耶稣钉死的那一天 是全世界最合的那一天 但是你看看 礼拜日一天光光 世界上其实没什么东西 是长期黑暗的 最坏的那一天 天主之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死 但是礼拜日完全改变了 但我再想大多一步 耶稣復活了之后 时不时跟那些门徒聊天 今次升天了 有时不见了他 升了天 他不会回来 但是今次有些信心了 因为耶稣说 我要去对你有益 因为我去天父就会派圣神来你的 圣子现在做了天父喜欢的事 他现在回回去 但是他的爱 圣父圣子的爱 现在临在于日间 这种图可能还是有些困难 但是藉着那十天的祈祷 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到圣神降臨 那十天 和圣母玛丽和一帮门徒一百二十个人 在那里聚集 今次要感受到圣神 今次因为耶稣死而复活 他们最好的信心 今次不需要看到圣神 见到圣神的临在一个火 在他头顶上临在 但是那个火是被他看到的 肯定他 但是他们在全教之中 很多时候看到圣神的临在 那些人说谎言 那些病人传语 今次不需要看到了 正式好像耶稣和多麦说 看不到都相信的人 就回复了 不过记住 如果圣神是天父静子的爱 圣神的临在 也是天父和圣子的临在 所以默想一下 走到黑暗之中 才开始明白 復活的喜乐 接着可以感受到耶稣的圣神 已经可以充满信心 好似看到圣神的临在 好了 那我们现在走去耶稣虎难那里 痛苦一端生缘祈祷 生缘祈祷很简单 重点就是 天父如果可以 不用我喝这杯 不过不是我的意愿 是你的意愿 所以痛苦一端 可以用欢喜一端 到借鏡 欢喜一端也都是 聖母说 不是我脚趾而 照你的话 成就于我吧 母子两个都是 同天父都是 同一句话 你想怎样就怎样 一切你安排 那这个是重点 耶稣服从天父的旨意 但是这本福音有些不同 路加会说很多慈悲的形象 例如耶稣医好了 施子长的家丁 被人砍掉了耳朵 有些圣经就说 百多禄砍掉了耳朵 但是路加福音就说 他医好了 他还说了名字 有些细节 那些细节是给你 你喜欢想 耶稣那个慈悲 在被人俗之前 都是这么慈悲 慈悲要怎样呢 给那个叛徒 尤达斯 你用一个吻来出卖的人子吗 还是想最后拉回他的心 使他就算做错了 他都能够明白 师父对他的爱 能够悔改 能够忏悔 能够好像百多禄那样 知道主爱他 比他得罪更重要的主 能够在他俗他的时候 你说你俗我就俗我 你把我的门徒放走 这也是根据圣经旧约讲 我将不失落一个 所以那四本福音里 就算三年祈祷 你都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看 因为每个四本福音 其实一个主题 但是四个的方向 有少少不同 《勞家福音》 是很着重天父的慈悲 很着重女性教会的地位 《马以谷福音》 就很着重伯多禄的观点 《马斗》就是他自己亲身的经验过 他写进去 《若望》那本福音就完全不同 是经过三十年的思考 所以加了很多他自己的私人的思想 所以我们尤其是《痛苦五端》的祈祷 是因为四本福音都有写耶稣的苦难 所以是很丰富的 今天已经放了很多东西 我们停一停 下个星期再说第二段的《苦难》 祝大家平安快乐 《生命恩泉》运作至今 全纳有你一路的同行和支持 如果想在经济上支持我们的事工 可以去到fll.cc的捐献支持专页 你的一分一毫都可以帮助到 《生命恩泉》的福传事工 全知世界每一角落 多谢你慷慨解囊 天主保佑